作词 李宗盛 放干净 作词 决定 是寂寞与 回礼 无暖的爱情 相拥运过的风景 一直在惊喜 但却从来不会为我不停 陪你的爱一直不安静 来召唤我又给了关系 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 我确实做不了 恭喜你 作词 李宗盛 我终于相信 谁说哪里有游戏 不可能不停 给你的爱一直不安静 来交换你无非的关系 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 我确实做不了 无心 与你的爱一直不安静 我从一开始几下的决心 因为自己我的事曾经 却发现爱 却发现了你 要不回忆 遇见了你 让生命美好 我看见花华的春天 爱情如阳光闪耀 我给你我的爱 离开了我 你默默低头 我看见花华的春天 爱情沉重的忧愁 那依旧温暖的笑容啊 那不再提起的永恒 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 此时此刻 你也会遗憾吗 终于你离开了 爱着我给你的爱 爱着我的心 回到了天边 到另一个世界 留下我的伤 终于离开了我 也不会给你的爱 是一个人不连 那你不连 不连 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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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好 欢迎回来 那目前这个局势还比较的紧张和激烈 对 比较激烈 心惊胆战 在打这个结 但是这个结呢 由于黑棋 没有合适的结 所以铺的时候黑棋是松了一起 先把自己做火 把自己做火了 对 如果提的话 这个地方是可以紧住气的 那么就是一个生死结是紧细结 但是这样的话黑棋是没有结才可以找 所以说先把自己结块去做火了 但是做火的话白棋也变成了缓一期 变成缓一期结 也就是说白棋现在我们摆到的这一招呢 是白棋铺 黑棋吃 白棋提过来 这个结的状态呢 是黑棋提过来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在这里粘着消气 对 这样的话白棋直接向别人收气就可以了 白棋快一期杀黑了 刚才如果没有这一铺 黑棋如果能紧住气的话 那么这个黑棋能够粘着消气 现在就是说对于双方来说 这个阶段缓解了一下 变轻了 变得很轻 黑棋呢要是打输了是最快死掉 但是白棋如果打输 白棋不能允许自己打输 白棋不能允许自己打输 但是白棋呢即便找一个不是那么厉害的阶段 黑棋由于不能粘 只能走一个单关 就白棋能缓一次结吧 对于白棋来说压力就挺大 现在黑棋找结 对 黑棋找这个 对 那么现在白棋跟着硬 黑棋提掉 打吃 那轻松多了 白棋感觉轻松多了 因为缓一次结一下子就觉得 嗯 长松的树 对对对 黑棋没有 没有结财 关键是 没有这种一致命的手段 但是对于黑棋来说 其实虽然说这块是活了 嗯 但这块呀 这个死掉也足以这个决定胜服 这块也对于黑棋来说还是不能死 除了它有很大的结财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找结财 现在结财 能死掉白棋哪啊 都没地方能死掉的 比较困难 看来是比较困难 比方说大概只有这种地方 有那么 有那么一两个结财 其他的这个脚上 脚上 脚上这里是公联的 脚上就不可能有结 只有这种 能破多少 或者这里 这些财比较有限 但是白棋显然这个 冲啊 由于这里是缓棋节的话 这种冲可能应该都是解财 嗯 大事不妙 好像是 很 黑棋是比较困难的局面 打是提掉 然后白棋是提结 那么黑棋 黑棋铺 白棋连这个节都 都可以要 对 那么也就是说白棋对于节财是有把握的 白棋冲 你看黑的也只有要 只有要 因为一手解消不了 如果去紧一个器呢 白棋就 就提结 嗯 那么黑棋再也找不到一个 找不到节财 因为这里掉这一块 就是 所以黑棋找的节财 只能是把这个连回了 那么五条件打输了 是 所以只能要 白棋 白棋什么节都能硬 因为是缓气节对白棋来说负担很轻 黑棋没有办法一招 没有办法一招给他致命的一击 所以 阶上 阶上 黑棋也得硬 这缓气节打起来跟紧气节 太累了 就大不一样了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要打赢这个节的难度就增加了 不是一倍 而是 增加太多了 阶上 也得硬 提结 看来黑棋的节菜越少越困难 太难了 沾完之后 没有节了 我已经好像看不到黑棋的节菜了 沾完之后提过来 白棋是 白棋 白棋在这里断不着 这个断也不能硬 这个断 因为白棋是看到黑棋全盘找不到节菜了 所以他才断 你现在如果 如果说是要继续打节的话 是要紧一气 要白棋击一气 黑的没节菜 黑的现在全盘找不到一个节菜 那是没准 找不到一个节菜 这个所有的 全都连在一块 那么也 白棋全盘都是连在一块 都连在一起 所以只要把这个提掉之后呢 黑棋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节菜 所以 黑棋不硬没有棋可下 黑棋只有硬 不硬只有在这个地方走一个没有意义的字 所以也只有分之硬 那白棋提过来 黑的时间飞着了 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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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后手 那这棋看来是 看来是 失败的 最后下汉江 后来黑棋提前 然后 黑棋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下 所以确实没有地方可以找机材 所以就飞了一下 然后 这样子 应该是终局的一手 白棋最后接上 对白棋最后接上 248 二十八 之后的这本是白中盘手 白中盘手 看来 黑棋是在 在不利的局势下的在这里奋力的 奋力的反击 放了一个胜负手 对 打了一个很复杂的节 但是呢 白棋还是 应对无误吧 应该是 对对 还是都算 计算得清楚了 看来李昌浩 老都未老 其实也不能说他老 其实他年纪也不大 李昌浩其实最近状态 状态不错 一直在恢复当中 大概所有的国际比赛 到目前为止都还存活 是吗 接下来应试碑也存活 应试碑 春蓝碑 现在的富士通碑 太难 对 那么 刘新的失利 就将 预示着这个富士通碑的决赛 将在李昌浩和 鼓励之间 在即将开 对 真的其实很希望 能看到中国几手 在富士通碑上 能够胜利的会计 不过 其实反正 我觉得刚开始 刘新 其实 虾挺不错的 就是 这个 应该说展现了 他的 他的风格吧 对对对 可能也就是像您说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 一个点虾 稍稍点得有点 有点过分 有点着急 似乎是 有点急躁 我觉得 其实 如果平板的下调的话 胜负会 很漫长 但是点完 损了实地之后呢 不可能再去 耐心的收官了 所以就选择了 后面 一直在追杀 但是呢 似乎这种追杀 不太现实 不管怎么说 这个 李昌浩的确还是很强吧 但是 李昌浩的 这盘棋 也拼得 还是挺精彩 挺精彩 也发挥出了 他的 他的特点吧 对 一下 这盘棋 像他自己说的 希望 这胜负 其实可能 虽然他这么说 可能是给自己 减少压力吧 但是 确实也如他说 这盘棋 确实下来也挺漂亮的 接下来 他流行应该还有 硬实碑 他还存活 唯一的一个组鸟 在硬实碑上 希望他有 这个出色的表现 对 那么我们也进行 期待在 7月7号这天 进行的 这个第二世界 富士通碑 世界维系锦标赛 决赛上 鼓励能达 李昌浩 希望鼓励能达 能够 有出色的表现 那么我们那天 同一时间再见 对 感谢